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不停止过生产各种军事武器的步伐 所以在沙漠里美国就有了自己专属的飞机坟场 虽然飞机坟场里面有很多都是旧的战机 但是依旧非常的吃香 很多国家都愿意花重金钱去采购 美国有飞机坟场 在阿富汗也有汉马坟场 阿富汗的汉马坟场中的那些汉马并非是阿富汗的 而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遗留下来的 丢下来虽然十分的可惜 可是如果将这些汉马军车全部运回美国 那么付出的代价 足以再建造一批新的汉马军车了 在山地里进行越野作诈 汉马军车绝对是众多军车中最好的选择 凭借超高的越野能力 在山地里可以来去自如 在这片荒芜之地 这些汉马军车犹如一堆废铁般排列着 根据阿富汗的媒体报道称 这里有数十种不同型号的汉马军车 共计三千多辆 放眼望去根本看不到头 车虽然好 但是没有销路的话 他们也只能当一堆废铁进行处理了 阿富汗的这种做法 不禁让人有种抱铁天雾的感觉 美国的汉马虽以世界闻名 但是汉马的创始人乌特 一开始只是个自行车的制造商 汉马虽然价格昂贵还特别的耗油 但是美国的军车依旧使用汉马 美国生产的14万辆汉马军车中 有70%的都用于美国军队中 阿富汗的数千辆汉马军车 如果最终真的被当成废铁来处理的话 那是让人感到十分的可惜 阿富汗的创始人乌特 阿富汗的创始人乌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